苗栗县卓兰镇中正路是市区往来重要的道路 果菜市场 俄伦庙以及农会还有学校等都在路旁 人车多 事故频繁 更发生过死亡车祸意外 公所积极争取中央前瞻计划经费补助 针对三个重要路口全面改善 从省到台三线进入卓兰市区 不论是游客还是当地民众 一定都会经过中正路 一进入路口就是一个大瓶颈 不但有果菜市场运货的大货车要出入 夹杂一般车辆 旁边还有巷道人车 显向还生 成为主人真公所计划重点改善的中正路第一个路口 我们有来做一些交通设施的一些改善 还有我们路面的一个改善 那这个部分我们包含我们增设我们的一个警示标志 它包括我们的路面跑铺后 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标线的这部分重新来做拟定 那再就是我们的号制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增设 那以让我们的一个用路人的一个行驶的一个部分 可以增加它的一个安全性 接下来还有在地人说的圆环路口 周边商家邻里 又是去市场的必经之路 也是人车汇集 另一个容易发生事故的路口 则是在农会前 也列入此次 路口改善重新调整标线和登号 整个三个路口的一个补助的一个经费 接近在300万左右 那除了我们路口的一个部分 我想我们整段路段有些部分的一个路面 其实也是有一些规列 军列 还有一些凹陷的部分 我们在下一期的一个计划 我们也有提到营建署 来争取我们整个路段 来做一个串联性的一个改善 中央路因为人车汇流 交叉路口和巷道又多 经常发生肇事车祸意外 政公所争取中央前瞻计划经费改善 也期望能降低事故率增加用路人安全 转正农会对面那个路口 那个路口常常绑车祸 有这一礼拜绑了三次 后来我们就去营建署争取经费 现在已经拔包出去的 拔包出去 我们也设置了所有的红利灯 板马线那些 应该设计得很完善 相关路口改善工程已经展开 道路上已用红漆标示改善区域路段 施工期间公所也提醒民众 配合相关交通管制措施